在家里怎么养好茉莉花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今天我会详细的教大家茉莉花应该怎么样 茉莉花是传统的名花 它的花朵洁白无暇 而且非常的芳香 很多人都喜欢闻它的香味 所以大家都喜欢在家里养一盆茉莉花 但实际养护之后就发现 这种植物它很容易出现黄叶、黑叶、枯叶、落叶的现象 甚至很多人养着不开花 或者花量极少 那其实出现这一系列问题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茉莉花的习性所导致的 所以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应不将详细的解答关于茉莉花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养好它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盆茉莉花的盆栽 那接着呢我们讲茉莉花的第一个习性啊 就是茉莉花是一种洗阳光的植物啊 还是一种比较洗阴耐阴的植物呢 很多新手花友啊 他第一次养茉莉花很喜欢把它摆在室内来栽培 其实这是严重错误的啊 因为茉莉花它并不是一种洗阴的植物 它是非常典型的洗阳植物啊 是强洗阳光的植物 我们有句俗话叫晒不死的茉莉啊 指的就是它不怕太阳晒 而且啊 越晒长得越茂盛越开花多 相反 如果你在室内养没有任何的光照 那么呢 会造成茉莉花出现生长缓慢 叶片黄叶落叶 以及不开花的现象 所以呢充足的光照 是养好茉莉花的首要前提 好的 接着我们讲茉莉花的第二个习性 就是它的浇水技巧 那我们养茉莉花应该如何给它浇水呢 大家记住啊 它蓄水量比较大 比较洗水 所以我们要采用见干见湿的方法来浇 浇水前 我们提前用手摸一下它的土 如果土壤是潮湿的 那么就千万不要浇水 因为油水还浇水容易浪根 懂吧 那什么时候要浇呢 当我们用手摸到土壤 发现土壤是非常干燥的状态 这种情况 你就可以放心的给它去浇水了 你采用这种方法来浇水啊 你的茉莉花就不容易出现积水浪根的问题 因为你每次浇水前 你都摸了土 确保是缺水 你才浇水 这样就符合茉莉花的生长习性 它自然就会养得更好 不容易浪根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茉莉花对土壤的要求和换盆的技巧 那家庭种茉莉花用什么土呢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 它什么土都能用啊 家庭你说路边挖一点土能不能用 也能用 因为路边的田园土也能种 但家庭高端的营养土 它同样能种 那我建议大家 如果您是在家庭盆栽 尽量用营养土种 什么是营养土呢 我抓一把给您看看啊 这个就是营养土 营养土的好处就是在 它更加的疏松透气肥沃 除菌除虫又轻便不容易板结 所以你用这样的土来养茉莉花呢 你的管理难度就会更小 你养起来会更好养 所以推荐大家用营养土 那除了这个土壤的土质啊 我们需要注意之外 我们还要注意土壤的酸碱度 那茉莉花是一个血酸的植物呢 还是一个洗碱的植物呢 大家记住了啊 茉莉花是典型的血酸植物 它不洗碱 如果土壤的碱性太强 容易大量的黄叶 所以我们养茉莉花呢 一定要学会给它的土壤啊 去调酸 怎么调呢 我们在家里准备一些 硫酸亚铁就可以了 把这个硫酸亚铁啊 对水稀释1000倍 然后呢 你每隔一个月 给你的茉莉花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让它的土壤 长年保持弱酸性 这就符合茉莉花的生长习性 它就不容易出现黄叶的问题 懂吗 所以啊 一个月一次硫酸亚铁 对茉莉花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说完土壤 我们再来讲一下茉莉花的换盆 很多人买回茉莉花 立马就换盆 这是错的啊 大家要换盆啊 也一定要在家里养一段时间 让它适应你家里的环境 才能考虑换盆的问题 此外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茉莉花在大量开花的时候 不要换盆 要换盆 也要等它所有的花朵 全部自然凋谢 没花的时候再换 因为带花换盆 对植物损伤是最大的 此外呢 我们一定要等它的花盆 根系啊 长满了才换 没有长满 就不要着急换盆 以上三个技巧 对换盆来说 都非常的重要 此外呢 如果大家确定换盆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观察一下 你的茉莉花原来用什么土 它原来用什么土 你换盆就选什么土 懂吗 土壤啊 一定要接近 土质一定要接近 这样呢 才能更快的浮盆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 茉莉花对透气性的要求啊 那茉莉花是一个非常喜欢 通风啊 透气这样的环境 开放的阳台养会更好 那很多话有说啊 我家里如果就是封闭式的阳台 通风性很差 但我很喜欢茉莉花 我能不能养呢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养也是能养的 只要你能保证光照充足就行 但是啊 在封闭阳台养 我们还是要注意三个技巧 第一个技巧啊 就是我们的茉莉花 一定要靠着窗户养 离窗户越近越好 而且呢 最好跟窗户的高度平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拿一个花架拖起来养 让花盆的高度 跟窗户的高度是一样高的 这样呢 它既能多晒太阳 也能够多吹到风 懂不懂 这对它来说非常的重要 那第二个技巧 就是封闭阳台养的时候 我们茉莉花的前后左右 不要摆其他的植物 跟它挤在一起养 否则这会大大影响茉莉花的通风性 植物跟植物之间 一定要隔开一些距离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第三个技巧 我们在封闭阳台养的时候 每次给茉莉花浇完水之后啊 一定要通风 开窗通风半个小时以上 把窗户给我打开 让它通风起来 这半个小时非常的重要 这可以大大增快 它盆内的积水蒸发的速度 避免出现积水浪根和蒙根的问题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茉莉花的施肥技巧 我们家庭给茉莉花施肥啊 在生长季节要使用两种肥料 第一种肥料呢 是醋花型的肥料 就是它磷酸二辛甲 磷酸二辛甲 能够极快的诱导植物的花芽 分化 形成更多的花朵 因为它是高磷元素的肥料 懂吗 磷元素高 这个植物开花就多 所以这个醋花肥 我们一定要用啊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呢 叫做HB101 就是它 这个HB101啊 它在世界范围内 都是广受认可的植物活力素 你使用它之后 可以打破植物的浇苗状态 促进植物的细胞分裂 它可以让你的这个茉莉花根系茁壮 而且呢 芽点更多 生长季节这两个肥料 我们需要混合来使用 那具体应该怎么用呢 我教一下大家哈 我们试飞的时候 需要准备一个盛水的容器 装上1000毫升的清水 像这样 装好之后呢 我们打开磷酸二氢甲 然后呢 取一个小勺子 舀一小勺的磷酸二氢甲 撒入1000毫升清水中 快速的搅拌均匀 让它溶解 溶解完成之后 我们紧接着在1000毫升清水中啊 加入4D的HB101 一滴两滴三滴四滴OK 四滴加完之后 我们再一次的搅拌 让两种肥料充分的融合 融合完成之后 我们在茉莉花的生长季节 每隔一周就给茉莉花像这样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你就会发现 你的茉莉花的生长速度会大大的加快 而且啊 未来开花的量会大大增多 效果非常的明显 好 说完生长季节 我们再来讲一下非生长季节 就是冬天 冬天气温低 它停止生长 我们就需要换一种肥料 换什么呢 换它叫做羊粪肥 这是一种有机肥料 那为什么冬天我们用羊粪肥呢 因为这种肥料非常的温和 它不容易烧根烧苗 而且在冬天不仅可以给茉莉花提供大量的营养 而且可以增强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改善土壤的团力结构 它可以让你茉莉花的土壤变得疏松 透气 肥沃 蓬松 这样的话呢 它就不容易出现板结了 不容易变硬了 懂吗 那冬天的时候怎么用 很简单 我们每隔一个月取适当的这个羊粪呢 埋到它花盆边缘的土壤里就可以了 整个冬天一个月埋一次就足够了 然后开春之后再换回刚才的那两种肥料 一年四季这么交替 轮换着来施肥 那么你的茉莉花啊 每年都会长得很好的 好的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茉莉花的修剪技巧 那茉莉花的修剪 我要分几个点来讲啊 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点 就是我们要修剪盆底 盆底啊 经常去剪一剪 剪哪里呢 就是盆底有严重的这种枯死枝条 看到了吧 这种枯枝 这种枯枝我们可以给它剪掉 再比如说呢 盆底有这种极细弱的 细弱枝 看到没 就很细 很瘦弱 长在盆底朝下生长 这种枝条你也可以给它剪掉 或者呢 有两种枝条严重交叉在一起的 你可以挑一个里面比较细弱的 比如说里面有交叉枝 对吧 我剪一个里面比较细弱的给它剪掉 等等 把这种严重的交叉枝 它好细 这样剪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可以大大增强 整个盆底枝条的透气能力 懂吗 所以盆底枝条是我们首先需要剪的 好 第二个削剪的位置呢 我们要选择一些偏离枝条 我举例来说 这个枝条 你看有没有发现 它朝下涨 朝着花盆的外面涨 而不是像其他的枝条朝上涨 那遇到这样的枝条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枝条 偏离花盆的这个起点的位置 给它这样剪掉 剪掉之后 这个芽点未来发出的新芽 就会朝上涨 你看这个就是例子 看到没有 你看你把它这里剪掉之后 这个芽点的新枝条 它就会向上涨 不会再什么 再严重的偏离了 所以你看有这种偏离枝 你就把偏离的部分剪掉 那新的芽点蒙发的新枝 就会朝上涨 这个就是我们处理偏离枝条的方法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 茉莉花藏花的修剪 如果茉莉花的花朵 凋谢了之后 我们怎么剪呢 因为我这颗茉莉花 暂时还没有凋谢的花朵 我就以这个花朵举例 如果这个花朵它凋谢了 那么我们一定要修剪藏花 我们就找离藏花 最近的一个健康的叶片芽点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叶片 对吧 这是藏花 如果这个藏花开的快凋谢了 我们就可以选择最近的这个芽点 给它拿剪刀 把这个芽点上方一公分左右的距离 给它剪断就可以了 就像这样 这样修剪之后呢 这整个茉莉花新的芽点 从左和右侧 就可以蒙发两个新的花芽出来 未来这两边都会蒙发新的花芽 这样藏花一旦修剪 新的花芽就能够重新的开放 所以茉莉花是越修剪越开花 懂了吧 如果你藏花不剪 这个藏花会消耗营养 这底部的花就开不出来了 就没有新的花了 所以茉莉花看到藏花 咱们一定要修剪 好的 最后我们来说一个茉莉花修剪的 这个重剪的技巧 就是到了冬天 冬天的时候 如果气温非常的低 比如说来到了10度以下 5度左右这样的气温 那我们可以把整个茉莉花的枝条 以花棚为线 往上数个10公分到15公分的一个距离 把所有的枝条全部剃平 给它剃成平头 这一波重剪的话呢 是在冬天的时候可以进行的 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舍弃掉枝条 停止它的养分消耗 让所有的营养在冬天聚集在它的根系里 这样开春之后 它就会大量蒙发新的枝条 有更加的动力去生长和开花 这是冬天重剪茉莉花的操作 所以这以上呢 就是茉莉花各种的修剪技巧 好的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茉莉花的过冬技巧 那冬天我们怎么去养茉莉花呢 大家注意啊 来到了冬天的时候啊 我们的茉莉花呢 在南方是可以户外露天过冬的 但是在北方就不行 所以北方花有你养茉莉花 是要在室内来过冬的 明白吧 需要给它保温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北方花有你在室内养的时候啊 你家里往往有暖气 暖气一开特别的干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准备一个喷水壶 冬天的话 你在冬天家里要给它喷雾 加加湿 只要有叶片的地方都要喷到 这样可以增强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预防黄叶干间和卷边的发生 这是针对北方花有的 那第三个技巧 就是大家都要注意 冬天我们一定要减少浇水量 因为冬天气温低 它的代谢缓慢 削水量会减少 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大量浇水 容易造成它的根系冻伤或者浪根 所以冬天呢 我们一般等它的盆土干透 少量的补点水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在冬天浇水太多了 好的 以上就是关于茉莉花课程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櫻木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下方的课程 我们下堂课 再见啦